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感恩各位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义工们 大家好 已经成为全球3.4亿人患病的忧郁症 才为全球第四大的疾患 现代人饱受着巨大的痛苦 家庭不合 工作不顺 身体不好 子女不孝 等等等等 让人现在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六月的报道 在新西兰有一个网络模仿达人秀 叫利亚姆·马丁 被来自被他恶搞明星粉丝的辱骂攻击 不堪网络暴力患上了忧郁症 新西兰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每周有11个人自杀 每年新西兰有564个人自杀 大部分的人都患上了忧郁症 忧郁症之后 他们觉得缺少希望 很多人厌世 无法战胜这个忧郁的折磨 想不通 感到失望 失去希望 所以新西兰的自杀率相当高 我们说心中如果没有理想 没有目标 就算生活在美丽的岛国 都无法拥有自己生活的空间 所以佛法是使人懂得想开 要放下 要知道一切世界上的事情 都是没有长久的 今天你不顺利 并不代表你永远不顺利 所以要想开 不执着 在澳大利亚 帕斯玛尼亚有一个会计师 最早的时候他没有学佛 因为婚姻的失败 他非常的痛苦 用安眠药自杀三次 都没有成功 最后获救的米歇尔章 他学佛了 知道缘分 懂得珍惜 每天念经 现在是我们的佛友 他完全摆脱了忧郁症的痛苦 所以一个人能够想通 能够看破 他就是智慧 如果人懂得无常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 可能过几天就会有变化 有这种心态 懂得人生无常 是常态 随缘放下 你才能破无名 所以一生仅随观世因 很多人一生的拼搏到最后 一无所有 活着的时候 像从来就不会死亡一样 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死亡 临死前又仿佛自己从来没有活过那么的伤心 所以台长说 二十岁的男人活在理想当中 三十岁的男人拼搏样 四十岁的男人活欲望 五十岁的男人活想象 六十岁的男人爱健康 七十岁的男人痴呆样 八十岁的男人挂墙上 想通想明白 这是说男人 接下来男女通用的 人的一生 二十岁是看体力 三十岁看学力 四十岁看经历 五十岁看治力 六十岁看病力 七十岁浑身无力 八十岁看日力 九十岁看舍力 所以人要想通想明白 我们今天知道了 一切都是不长久的 我们就不要再去生气 再去难过了 我们懂得放下才是平安 就是福气 想一想今天我们还无病无灾 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就是成功 想得通 放得下 才是你的实力呀 有一个人死了 大家都知道人死了之后 灵魂就慢慢的游离了自己的肉体 这个人刚刚走掉 他才意识到自己生命这么短暂 这时候 他忽忽悠悠的看见了 佛祖手里拎着一个箱子向他走来 佛祖说 好了 我们走吧 这个男子说 这么快啊 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呢 佛祖说 很抱歉 你的时间到了 这个男人问佛 佛祖这个箱子里是什么 佛祖说 是你的遗物 这个男人非常疑惑的问佛祖说 我的遗物 您的意思就是我的东西 是不是我的衣服和我的钱呢 佛祖说 那些东西从来就不是你的 它们属于天地之间 男人又说 是我的记忆吗 佛祖说 不是 记忆属于时间 这个男人说 那是我的天父吗 不是 天父 那是属于境遇 男人说 难道是我的朋友 和我的家人在箱子里吗 佛祖说 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和朋友 他们也不属于你 只是属于你走过的旅程啊 男人说 那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吗 佛祖说 不 他们 这是属于你的心 那么一定是我的躯体 不 躯体属于尘埃 最后 男人肯定地说 那箱子里一定是我的灵魂 佛祖一笑而过说 孩子啊 你完全错了 你的灵魂属于我 男人眼含的泪水 从佛祖手中接过箱子 打开一看 里面空空如也 他泪流满面 心碎地问佛祖 佛祖啊 难道我从来在人间没有拥有过任何东西吗 佛祖说 是的 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 那么 什么是我的呢 那 就是 你活着的时候 每一个瞬间和时间 就是你的 所以 生命 仅仅只是我们的一个瞬间 我们要好好地过着 每一天 要去热爱他 珍惜他 我们 活着才能顺利 记住台长的一句话 挣钱 只是游戏 健康 才是目的 学佛 就是真谛 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人啊 不要争执 不要生气 珍惜因缘 相互理解 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的时间 只会少 不会多 你多一分生气 就给自己多一分麻烦 所以 每一个人 时间都会越活越少 最终还要承受痛苦的离别 我们的生命 犹如过眼云烟呢 不要浪费作戒 不要痛苦的感叹 不要斤斤击叫 常看别人的优点 你的心中会充满着希望 眼睛里天天看到别人的缺点 你会心中充满着惆怅和悲伤啊 人生就是一辆单程的列车 我们要过好每一站 每一个上上下下的人 都是你的一段缘分 要好好的珍惜啊 因为我们懂得要挖掘自己善良的本性 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们要珍惜每一个陪伴我们 度过人生每一个时段的这些缘分 拥有战胜烦恼的恒心 才能坚持修心 拥有离苦得乐的佛心啊 所以台长经常说 很多人现在不珍惜生命 明明知道抽烟喝酒对自己身体不好 他非要抽烟非要喝酒 因为在我们人生当中 实际上唯一的给我们的财富并不是钱 也不是房子也不是所有的一切 只是你的生命 所以近八年来 有七十二位亿万富翁死亡 这个调查告诉我们 生命是用钱买不到的 平安就是福啊 想一想 我们杀那个阿拉伯的那个王子 三十三岁要什么有什么 最后离开了世界 我们虽然没有他的富有 也没有他的拥有的皇宫贵族的宫殿 但是我们拥有了生命和健康 我们今天还活着 就是我们的成功 所以我们平安每一天就是福气 不烦恼就是富有 珍惜就是拥有啊 这个世界要学会修养 中华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在人天世界中 我们做人要有言必行 行必果 做什么事情要对得起别人 讲过的话要落实在行为上 种下行动 你们知道就会慢慢的拥有收获 就是习惯 一个人经常有这个行为 那个行为时间长了就成为一种习惯 种下习惯 慢慢时间长了 就会收获你的性格 所以很多人的性格不好 就是长期的做一个行为 以为这是对的 那么时间长了 他就慢慢的变成他固有的一种性格 种下性格 那慢慢的就会收获你的命运 所以很多人的命不好 跟他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我就是这样 我不肯改变自己 所以他的婚姻连续的失败 所以我们习惯造就了一个人的命运 养好你的好习惯 就会种善因 就会得善果 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大款 他叫张行 他郊游的时候呢 遭遇了车祸 好在事故不是很大 他只是呢 划破了表皮 他将撞坏的车呢 就开到车厂里去修了 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 妈妈就住在这个撞车 修车的附近 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家去看看妈妈了 于是呢 他回了一趟家 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走的时候 他妈妈呢 递过来他的西装 发现衣服上面 上面破损的地方 已经被妈妈密密麻麻的缝了很多的针脚 他有些感动 但是他又不以为然 因为他很有钱 他心想这个衣服回去就会扔掉了 也不会再穿了 但张行工作太忙 回去就把这件事情忘了 穿着那件补丁的衣服 在各种场合里穿梭 还弹成了一笔很久没有弹成的大的业务 一直忙到晚上 他才想起身上穿的那件破衣服 就脱了下来 扔到了垃圾桶里面去 第二天上午 他昨天团成那笔业务正式签字的客户问他 你昨天穿的那件 打了补丁的西装 今天怎么没有穿 他不好意思的说 哦 换下洗了 大客户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可能不知道吧 我们能跟你签约 因为看到你西装上的补丁啊 哦 从小小的补丁 我们看出 你是一个艰苦朴素的人 而一个艰苦朴素的人 无疑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张行回到家 从垃圾桶里 再捡回了这件补丁的西装 洗了洗 挂在了不起眼的衣橱的角落 想着可能有时候会派上用场 一个星期过去了 一天早上他刚要去上班 张行家里来了两个警察 张行家里来了两个警察 原来上周一的一个晚上 另一个大款被绑架了 还被撕了票 绑匪当晚就被抓获了 抓到之后 审问绑匪的时候 他们共认说 原想绑架张行的 所以警察今天来提醒他 要注意 张行吃了一惊 问警察 那他们为什么最后没有绑架我呢 因为你那天西装上有补丁 警察说 党匪看到你西装上的补丁 推想你不像想象当中那么有钱 因为有钱的人 绝对不会穿着打补丁的西装 张行一时感慨万千 没想到一个意外的补丁 竟然揪了他一条命 警察走后 张行打开出门 拿下这件脱衣西装 抚摸着上面密密麻麻的针脚 像孩子一样的哭了 母爱像一股绢绢的细流 虽然没有声音 但却能滋润着干枯的心灵啊 学佛人 我们要爱众生 要帮助众生 让他们离苦得乐 度人要看似平凡 却在平凡当中 应遇着一个伟大的心灵 观世音菩萨的爱 如同阳光一样 普照着我们 有求必应 不管在人间发生什么灾难 生了癌症 也要想到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们的 所以人与人交往都是因为因缘聚合 当人间因缘发生的时候 这个我就存在了 当这个因缘慢慢的没有的时候 观念里的我也就没有了 所以有人问我说 师父 我无法忘记这个人对我过去的不好 我很恨他呀 我很恨他 台长说 那你又能如何呢 你能对他做什么呢 最后伤害的是你还是他呢 因为你恨他 没有伤害到他 伤害到的是你自己 因为你吃不下 睡不着 心里不舒服 但是这个佛友告诉我 台长我就是恨他 因为我一想到他做的事情 对我过去的伤害 我就无法忘记 我痛啊 那么台长问他 你快乐吗 我不快乐 那么这些事情已经过去 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过去的事情 还要记在心里呢 因为这些记忆会严重的伤害你 你必须要学会放下 要解脱你自己 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未来的还多得很啊 所以我们不能束缚自己 我们不能每天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也不能拿别人的错误天天来折磨自己啊 请音响师帮我高音再打一点点好吗 否则嗓子有点累 有一位 有一位修行很深的禅师 他叫白影禅师 无论别人怎么样评价他 他都会淡淡的说一句 是这样吗 在白影禅师所住的那个寺庙旁边 有一对夫妻开了一家小店 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夫妇俩发现还没有出家的女儿 突然之间怀孕了 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 使得他的父母异常的愤怒 在父母的一再逼问下 这个女儿终于吞吞吐吐的 说出了两个字 父母亲问他 是谁啊 是谁让你怀孕的 他说白影 他的父母怒不可恶的 去找白影禅师理论 但这位大师不置可否 只是若无其事地打倒 是这样吗 孩子生下来之后 就送给了这位禅师 这个时候 他的名誉扫地 但他并不在意 而是非常细心地照顾着这个孩子 他向邻居祈求 祈求婴儿所需要的奶水和其他的用品 虽然遭到横遭白眼 冷嘲乐逢 他总是处之坦然 仿佛他是受别人委托 在领养一个孩子一样 四个一年之后 这位没有结婚的妈妈 终于不忍心在欺骗自己和母亲 他老老实实地向父母亲吐露的真情 当时他说 我为了保护这个男青年 就污蔑说 孩子的父亲是白影禅师 其实孩子的父亲 就是住在附近的一个青年人 他的父母亲 立刻将他带到白影禅师那里 向他深深地道歉 请他原谅 并将孩子带回 白影禅师仍然是淡然如水 在交还孩子给他的时候 他轻声地说道 是这样吗 仿佛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即使有 也就是当作风过耳一样 记住这个故事 一个法师 他为了邻居儿女 给他生存的机会和空间 待人受罪 牺牲了 为自己洗刷清白的机会 受到大家的讽刺和诽谤 但是他始终处置贪然 平平淡淡的一句话 是这样吗 记住了 我们在人间 有时候被冤枉 被诽谤 要学会忍耐和忍辱啊 我们现在的人 动不动就跳起来 动不动就闹起来 希望大家要懂得 学博人的修养之一 就是要忍辱和智慧 一般能够忍辱就是智慧 所以一般的凡人早就会气得半死 学会忍辱才是活在一个真正的人生当中 大家想一想 我们人是不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人在家里 夫妻能够好得长 都是靠着相互的忍耐 如果一个人你问他 你活着是为什么 有人会说快乐 有的人会说是幸福 有的人会说是成功 但肯定没有一个人说 我活着是为了生气的 活着不是为了生气 没有人喜欢生气 佛在心中 看谁都顺眼 磨在心中 看谁都不顺眼 其实不是生活当中 不顺心太多 是因为我们忘记了 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 所以学博人 就是活着为众生 就是不要生气 要脱离烦恼吧 台长每星期二四六都在广播里给大家回答问题 就是在几个星期前 有一个同修的儿子得了一种叫原发性的基障力障碍的病 医院没有办法治 台长为他看图腾 看出他发病前有一段时间 非常的忧郁 因为我看到他身上有一个老虎心 导致他会经常打嗝和动作各方面 像个动物 像老虎 有时候声音也像同修一一承认 就在我跟他打电话打到一半的时候 他的儿子在里面叫那种吼声 像老虎一样 台长还说 他的儿子会抓他的妈妈 你们听一下这个录音 注意听他儿子叫的像不像老虎 谢谢大家 大家耐心一点 我们东方台经常这样放不出声音 大家好 帮我看一个1999年的图 男的 看他身体状况 脑子 对 又是个直逼 台长跟你讲 他他那病叫 远发性执张力障碍 现在医学上没法来治他 我告诉你 他在这个发病之前 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忧郁 听他懂吗 对 我听他懂 我告诉你 他现在身上有一个老虎心在他身上 虎心 老虎心 所以他经常会打嗝 听他懂吗 打嗝 他有时候闹起来 晚上不怎么好 好好地睡觉 非常不好的 他确实 他有时动作各方面确实像个动物 现在知道了吧 现在他是一个大的虎心在他身上 所以他的动作有点像动物 乖乖的 他的行为都像 就像 有时候他叫起来声音都像 嘴巴张一张了 我不讲你不相信的 一讲你就相信 现在还在 现在是他在叫啊 对对对 你看像不像老虎了 像的 他就是看面是看他开心的 他就这样一个 现在看见了不了 现在听到了不了 真的 你当心我 你当心他抓你身体哦 啊 抓过没有了 陈国 你说 你惩罚我现在好得多了 好了 惩罚你了 还为他讲了 就是抓你啊 好 你了啊 好 我一定 我一定会问你了 感恩 感恩 师父 谢谢大家 大家都听见了 所以人生啊 如梦幻泡影 如露又如电 应作如是观啊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道一些事情 我们以为他就没有的 实际上人一生 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 他是有的 就像我们看不见的空气一样 我们依赖他生存 我们看不见的细菌 会轻浮我们的身体一样 所以我们每天看到的灯光 它是有电 但是电是看不见 这在科学上叫暗物质 所以明目质是像这些花 我们都能看见的 暗物质我们看不清楚 所以一个人的缘分 你也是看不见的 很多人经常问台长 我有缘分吗 我说你有缘分 但是呢 他是恶缘还是善缘呢 就不一样了 所以希望大家要想通 想明白 我们有时候眼睛 看见的东西 都不一定是真实的 不要太相信自己 在春秋战国时期 孔老夫子带着他三百个弟子 去周游列国 那个时候呢 兵荒马乱 然后呢 旅途困顿 三餐呢 只能以野菜过敷 就是吃野菜了 还水果 大家已经七天没吃到 一颗米粒 有一天 他的弟子叫盐回 好不容易去弄到了一些 白米煮饭 饭块煮熟的时候 孔子看到盐回呢 他就新开了锅盖 抓了一些白米饭 就往嘴巴里塞 孔子看见的时候呢 就当做没有看见 也不去责问 饭煮好了之后呢 盐回呢 就请孔老夫子呢 就进食 孔老夫子为了教育他 就假装 若有所思的说 我刚才 梦见祖先啊 来找我 我想 把干净的 还没有被人吃过的米饭 应该先供祖先才对吧 盐回 顿时慌乱起来 他说 不可以啊 老夫子 这锅饭 我已经先吃了一口 不能再记住先了 孔夫子问他 为什么呀 盐回 张红的脸说 刚才 在煮饭的时候 我不小心 掉了一些灰尘 在锅子里 染上灰的白饭 丢了太可惜 只好抓起来 先吃了 老夫子 我不是故意要吃这个白饭 孔子听了之后 恍然大悟 对自己的观察错误 反而愧疚 抱歉的说 我平常对盐回最信任 但仍然怀疑他 可见 我们人的内心啊 很多的不稳定的妄念 是最难去琢磨和猜测的 就像我们现在 很多人一样 想好的一件事情 不停的在变化 明明要去做的 认为自己对的事情 被别人一说 又马上的变化 我们的人天天活在 别人的眼睛里 活在别人的嘴巴里 哎呦 人家怎么会看我 人家怎么说我 所以很多人 婚姻失败 就是被别人多说多看 所以我们人 有时候去判断问题的时候 就不一定要用你 眼耳鼻舌 声 包括你的意来看 要用你的本性 要用你的善心 来看别人 所以不要忘加 对别人的下结论 其实很多事情 并不是我们想象这么复杂 所以人真正的幸福 其实也不是身体健康 也不是财富 其实幸福是一种感觉和感受 我们要想获得良好的一生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 用智慧控制你的欲望 学博人要有道德 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他不可能拥有智慧 一个拥有智慧的人 一定他有道德 所以道德能常常填补 人间智慧的缺陷 而人间的聪明 只是暂时的利弊得失 他不能填补我们道德的缺陷 所以人生苦短 不要将过去对别人的恨 记在心中 伤害自己 台长告诉大家 一个人恨别人一点 记在心中 恨别人两点又记在心中 每一次将不好的记在心中 就相当于一个电脑的病毒一样 每一天不断的积累 很多的病毒在你的心脏 你终有一天心脏会爆发 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难过 会伺机 所以台长经常告诉大家 什么是空 能舍 难舍要能舍 难忍要能忍耐 看破放下就是空 自在安详 就是本啊 我们为人处事 应该广结善缘 善待每一个人 不管什么时候 都要为别人着想 帮助别人 就是方便自己 民国初期 军阀混战时期 一位高僧 受到一个大帅的邀请 去赴树宴 在施办的时候 他突然看见菜 树菜当中啊 有一盘菜 里边有一块猪肉 这个高僧的徒弟 以为师父没有看见 故意的把这块肉 就挖出来 翻出来 高僧 立刻用自己的筷子 就把肉 遮盖起来 然而 这个徒弟 一看 师父怎么 没看见 又把这个肉 翻出来 打算 直接让这个大帅 看一看 这个高僧 看到之后 马上把这块肉 又翻下去 把其他的菜 把它遮起来 然后 轻轻地 在他徒弟耳边说 你要是再敢 把肉翻出来 我就把它吃下去 徒弟听到之后 就再也不敢 把它翻出来了 最后 高僧 辞别的大帅 在归寺庙的途中 这个徒弟 跟师父说 师父啊 你想一想 这个厨师明明知道 我们不吃荤的 他为什么 要把猪肉 放在素食当中 我当时只是想让 大帅知道一下 处罚他而已啊 高僧说 弟子啊 每个人都会犯错 无论是有心 还是无心啊 如果刚才大帅 看见这块肉 慎怒之下 把这个厨师 宰了 枪壁 或者严重的处罚 这都是我们学博人 不愿见到的 所以 你再让他看见 我宁愿把肉吃下去 也不让他受惩罚 徒弟点点头 深深的体悟这个道理 所以 中国的传闻话说到 要千百人之欢 不如示一人之冤 意思就是 你让千百个人都欢乐 还不如你去宽恕原谅 一个人的冤屈啊 做喜千百事之荣 不如免一事之丑 意思就是 你做千百个很光荣的事情 你还不如去免去一件事情的丑陋 所以为与人为善 处处要为别人想 你才领悟佛学和禅学 真正的境界 有一个同修反应 先前有一位小姑娘 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不醒 医生做了各种检查 也查不出问题 打算呢 要给他抽脑髓化验 这个听众打通台长的电话 台长是在给他加持 他告诉听众说 小姑娘没问题 可以醒 台长告诉他说 小姑娘没问题 可以很快醒过来 金钟挂了电话之后 小姑娘突然眼睛就能动了 并且睁开一点 很快真的醒过来了 请大家停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好 今天弟子跟师父简单的分享一件事情 弟子星期五打通师父的电话 在重症的那位小姑娘 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 那天早晨我们去医院的时候 那位小姑娘还是一直昏迷 医生对我们说 我们用尽了所有的仪器 检测检查 全部正常 不能发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昏迷 如果下午还不醒来 我们就要给他抽脑水来化验 我母亲的一位朋友呢 是一位西人 她呢是信仰基督调的 她也去了 她进入了重症监护社 第一眼看到这个小姑娘 她就对我们讲 躺在这里的就是一具躯体 没有灵魂在里面 我们就在外面求菩萨 帮助她念诵大悲众 到了下午一点多钟 我一看时间是师祖节目时间 感恩福的慈悲 叫我打通师父电话 然后呢 师父又默默地加持这位女孩子 果然放下电话 妹妹就像过电一样 眼睛突然就动转动了 接着睁开了一点点眼睛 几个小时以后 她醒来了 可以有一点简单的肢体交流 医院员准备抽取脑髓液 准备寻找昏迷 昏迷不醒 然音乐也取消了 感恩师父慈悲 救了这位小姑娘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也感恩这次事件中 帮助过她的各位同修 感恩你们 感恩师父 你也记住了 我不是当时在电话里跟你说 没关系啊 这个病没问题啊 请得过来的 我讲过没有了 听到了弟子 听到了师父 听到就好了 跟你说的 加持过他们就好了呀 因为弟子 我去重症监控室的时候嘛 就感觉他们灵魂就不在了 然后料到电话 我就可以感觉到 我心里有个意义呢 就可以感觉到 师父的发生过去了 直接把他们灵魂给带回来了 就 哎呀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谢谢 我们在社会上做人 要把自己如果当成别人的话 你就会减少痛苦 少很多烦恼 要把自己如果当成别人 你就知道别人很痛苦 你就不会自己会很多的痛苦 把别人当自己 你会同情不幸 理解和需要 什么意思啊 把自己 把别人当成你自己的话 你就会同情 别人的不幸 把别人当成别人 你也会尊重别人 不侵犯别人 也很好 把自己当成自己 你会珍惜自己 快乐生活 如果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 就不要把问题交给别人 所以自己能开悟解脱 你就会找到自己的佛性和本性 所以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要一切随缘 很多事情没了就没了 结束了就结束了 因为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有一个人挑了很精致的花瓶 一直往前走 突然一个花瓶滚落下来 碎了 边上的人说 哎哎哎 你的花瓶打碎了 他看也不看 就往前走 人家追上去说 哎 你的花瓶打碎了 他说 碎了就碎了 也补不回来了 永远的往前看 往前走 那才是你的正道 所以我们不能沉浸在 过去伤害别人 或者被别人伤害过的那些痛苦当中 我们要勇敢的站起来 所以我们要懂得 人本是人 所以你不必刻意的去做人 所以很多人说 我做人难啊 难做人啊 人难做啊 我告诉你们 不要刻意的去做 你才不会累 这个世界上 本来是事 无需精心的去处事 所以很多人说 处事很难 心才不会累 我们人就要释放自己 有时候 我们人的境界 为什么达不到一定的高度 因为我们就看到眼前的利益 看不到未来 所以比尔盖茨经常讲 我永远是拿着望远镜 在看这个世界 所以你看 他在十几年前 他就说这个世界 今后每个人将会拥有一台电脑 现在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 所以人生有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这就是人自出 性本善 所以人的真诚和纯洁 这是一种性格 还有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这是人到中年之后 对世界上的一切看穿了 而且他知道迷惑不真实 他失去了希望 所以他看什么都不是什么 等到晚年的时候 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他就叫回归自然 返普归征 所以一个人想通想明白了 他什么都不计较了 我们最小的时候 不会计较任何得失 什么都给叔叔伯伯阿姨 叔叔给叔叔吃好吗 好的 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什么都不需要了 因为我什么都经历过 我什么都看明白了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那是放得下 看得破的人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要懂得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人生 不能给我们留下任何的东西 只有留下道德和你的良心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好好的用良心来生活 用道德给孩子们做榜样 这样我们才能提高境界 好好学佛 天天向上 有一个人 在他二十岁的时候 他被人陷害 他在牢房里待了十年 后来这个冤假错案被告破 他终于走出了监狱 他出了监狱之后 他开始了几年如一日的 反复地去控诉 去咒骂 他到处去讲 我真不幸啊 在我最年轻有为的时候 我遭遇了冤枉 在监狱里 我度过了本应该让我最美好的时光 那样简陋的监狱 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 狭窄的连转身都困难 唯一的细小的窗户 几乎看不到阳光 冬天寒冷男人 夏天蚊虫叮咬 我真不明白 菩萨呀 为什么不惩罚 那个陷害我的家伙 即使将他千刀万刮 也难解我心头之恨啊 就这么一直的讲啊 恨啊 到了七十五岁那年 他凭病交加中 卧床不起 这时候 一位德高望重的禅师 在别人介绍之下 来给他看一看 想医治他心灵的疾病 来到了床边 这位禅师告诉他 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你为什么还如此的耿耿于怀呢 这位禅师的话音刚落 病床上的这位人 他失声立即的叫喊起来说 我怎么能释怀 那些将我陷于不幸的人 他们现在还活着 他们现在还活着 我需要的是诅咒他们 诅咒那些 给我不信命运的人 禅师问他 你因为受冤屈 你在监狱里待了多少年了 离开监狱后 你又生活了多少年 他恶狠狠的将这些数字 告诉了这位禅师 禅师 禅师 唉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你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别人囚禁了你区区十年 而当你走出监狱的时候 你可以获得永久自由的时候 你却用了心底的仇恨 抱怨诅咒 你又让自己回到了监狱 整整折磨了自己五十年了 台长告诉大家 一个人要想通啊 这个世界上有因就有果呀 这个世界上没有跨越不了的事情 只有五把欲越你的心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逼着你去 难过 逼着你去烦恼 只有你自己可以让自己悲痛 难过 为什么叫自杀 没有人可以让你死 只有你自己可以让自己死 所以你这个心一旦被封闭起来 就变成了心魔 所以为什么叫自闭 它会限制我们心灵的智慧 我们要想获得幸福 我们就要释放自己去原谅别人 要看破放下 其实人生只是个过程 过了就结束了 走出了沉沦 幸福就来到了 一位父亲带着儿子去参观樊高的故居 在看过那张小木床和裂了口的皮鞋之后 儿子问父亲 爸爸樊高不是百万富翁吗 父亲说樊高是位连妻子都娶不上的穷人 第二年这位父亲又带了这个儿子到丹麦 在安徒生的故居前 儿子又困惑的说 爸爸安徒生不是在皇宫里生活的吗 父亲说安徒生他是位邪将的儿子 他就生活在这个小阁楼里 这位父亲是个随手每天在大西洋的各个港口来回 他的儿子叫布拉格 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 二十年后他在回忆童年的时候说 我们家很穷 父亲靠出卖苦力生活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一直认为像我们这样第一位卑贱的黑人 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 好在父亲让我看到了安徒生和樊高 这两个人告诉我上帝没有这个意思 人间所谓的逆境 可以让一个人自愿自爱 自甘堕落 也可以让一个人奋勇向上 吃苦就是宵夜 学佛做事 有时候我们就要吃苦 当你用真诚心来对待别人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佛心来看待这个世界 记住了 每一天肯帮助别人的人 那就是人间的圣人 每一天就想着赚别人便宜的人 那就是小人啊 我们人天天的心情烦恼 天天的难过 有时候就是不能解决心中的释放问题 有一个商人的妻子 他不停的劝着在他边上睡的自己的丈夫 翻来覆去折腾了足足有几百次 他跟他先生说 哎你睡吧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哎老婆啊 你没有遇到我现在这么的受的罪啊 这么个问题 几个月前 我借了邻居几笔钱 明天就要还钱了 想一想啊 我们家现在哪有钱还钱呢 你也知道 借给我钱的那些邻居们 个个都很厉害的 我要是还不上钱 他们饶得过我吗 为了这个我能睡得着觉吗 他接着又在床上翻来不去翻 他的太太妻子不断的劝他 让他宽心 说明天总会有办法 他说不行 明天会借到钱的 不行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不行 他太太急了 一个人腾腾腾跑到房顶上 把房顶就是阳台的门打开 冲着所有的邻居在那里叫 忍不住的对邻居叫 你们知道吗 我丈夫欠你们的债 明天就要到期了 我告诉你们 我丈夫明天没有钱还债 碰把门一关下去了 这些借钱的邻居一听到之后 轮到他们开始睡不着觉了 这个故事告诉你们 不是叫大家回避矛盾 其实叫转换 消极的心态 变成积极的心态 因为忧虑 现在已经是人的一种通病了 所以很多人经常的没有事情 就会想出事情的难过 我在美国讲过一个小笑话 说的是一个老太太跟一个男孩子 两个人坐飞机 你们大家知道很多男孩子不愿意戴手表 什么时间的都喜欢看手机 看时间的 对不对 好了 这个老妈妈坐在他边上 这个时候这个男孩子就问他 老妈妈几点钟了 这个时候 这个老妈妈看看他不回答 他又问了 老妈妈几点钟了 他又不理他 又问了 这个老妈妈憋不住了 小伙子 我不会告诉你的 哦 老妈妈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你想想看哪 你这个人 我告诉你几点钟之后 你就会感谢我 然后过一会儿呢 就要跟我唠嗑 我要陪你一路讲过去 我很累呀 然后呢 你还要假装殷勤 帮我拿行李 你帮我拿了行李呢 我要请你到我们家去坐坐 我们家里有一个很漂亮的闺女 到时候你万一看上她了 你这个穷的连手表都买不起的人 我能让我闺女嫁给你吗 这个笑话就是告诉你们 现在连老妈妈都想得很深啊 一个人没病自己会找病 没事会找事 所以呢 人生无常 什么事情不要太忧虑 不要让自己的一生在忧虑当中度过 我们很多人一辈子就是在忧虑当中度过 想一想我们的父母亲非常的可怜 所以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情绪 心态和情绪 这个奥克兰的电流不是太稳 请大家忍耐 那个电流不稳 就要给大家说一个小笑话 这个现代人整天忧郁 担心自己的未来 说有一个矿主啊 就是煤矿的矿主他很有钱 虽然四十岁他担心他自己以后死后啊 哎连个好坟墓都没有 他就为自己的后世啊 在大兴土墓 选了块风水宝地 给自己修建豪华的墓序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忘记了 那天正好碰到修坟的负责人 他说啊老兄还缺什么吗 我那个坟 修坟的负责人还没说话 便上那个民工大声回答 老板什么都不缺了 就缺你了 想一想啊 学佛做人 要记住 懂得两句话 第一句话叫 知足者 生贫而心负 贪得者 生负而心贫 也就是说 知足的人 虽然身体 就是生活很贫困 但是心里很富有 贪得多的人 虽然身上就生活很富有 但是他的心很贫困 所以知足常乐 乐什么 就是乐我们的心里的富有 虽然没有财产 我们没有高的职位 但是我们心无挂碍 因为我们懂得平安 是福 知足快乐 那个第二句话 台长要告诉大家 人生只有三天 今天还不知道 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叫迷惑的人 天天为了昨天难过 为了昨天的事情 还记挂在心中的人 叫迷惑的人 活在昨天 欲望 天天要这个 要那个的人 达不到的苦 这些人是欲望的人 活在了明天 只有想通 想明白的人 只有知足常乐的人 才是活在今天 昨天就像一张过了期的支票一样 他已经不能兑换了 明天是一张 还没有到时间不可提取的支票 只有活在今天 是最现实的人生 所以学博人要借甲修真 想一想 我们的父母亲 为我们付出了一辈子 到走的时候 也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 我们今天 也是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我们不能 想通想明白 让自己有一个平安的生活 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呢 台长经常说 你痛痛苦苦 也是几十年 你为什么不能想通 开开心心 也过这么几十年呢 所以 学博要懂得吃两颗药 早上吃一颗 叫知足 晚上吃一颗药 叫感恩 因为感恩的人 永远没有敌人 知足的人 才能永远快乐 台长说 有一个笑话 有一个信徒 他天天的想发财 有一天 他求上帝 他感觉 有感应了 然后 信徒就对着上帝说 万能的上帝呀 一万年对您来说 有多长呢 上帝说 哦 我眨一下眼睛的功夫 这个信徒说 那么十亿元 是什么个概念呢 上帝说 哦 不过 是我一根头发而已 这个信徒说 这个信徒说 十亿元的上帝呀 那请您给我一根头发吧 上帝说 没问题 等我眨一下眼睛之后 就给你吧 十万年之后了 这个笑话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做人不能贪 因为贪就会贫 越贪越贫啊 所以知足者快乐 排档祝愿 我们所有的华人 所有的人间善良的人 越过越开心 因为我们知足了 因为我们懂得放下了 因为我们不会为过去再烦恼了 我们今天就要活得开心一点 活得好一点 我们的孩子如果能够孝顺 那是我的福气 如果不孝顺 那是我过去没有做功德 想一想 今后路还长着 能够让自己无病无灾 就是你的德